現在長江的紅風又來了 沒有想到剛剛看到 這個重慶是個三層 這個三層居然淹成這個樣子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現在整個重慶這個三層 雨都下越大越大 然後紅風來之後 整個都淹起來了 那現在你看 在重慶 對 就在重慶裡面 淹成這樣子 然後有民眾受困 民眾受困的話怎麼辦 已經不是用橡皮艇可以救的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就有收縮人員先去把你保護住 然後叫什麼 叫三貓來把你載走 然後從空派往下看的話 你發現說二三樓的都不見了 二三樓的這些房子都沒有了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他的屋頂 整個三層全部泡在水裡面 而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恐怕後續還不會那麼快退 另外來說的話 這些東西整個下去之後 因為他們沒有準備 所以包括民宅就淹了 然後這一家是什麼 他們當地最有名的一個Walmart 就是說我們的600平方公尺 幾乎所有東西都來這邊買 一次就把它淹掉 淹掉完之後 他們都找不到屍體 因為所有東西都流走了 他說他真的欲哭無淚 被沖走了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裡面的商品都沒了 然後現在你要進去裡面救人 你真的就是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很多行動不便的老先生老太太 他根本也出不去 所以呢搜救人員要下潛之後呢 潛進去然後把它給救出來 那這個就是現在來講 所以我看到第一個畫面是下船市 你卻沒有想在重慶上面 是滾滾洪流 對 在深層裡面滾滾洪流 就像這樣子 你要進去下潛之後 然後慢慢地揹出來 那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 這是重慶的路面 對 這是重慶 他現在來說的話 除了路面都是水之外 可以看一下 它的雲陽橋 雲陽橋在過去來講的話 算是這邊很大的一個景點 結果雨下來之後呢 洪水來之後 它掉了 它掉了 很多大陸的民眾想說奇怪 當初不是花了很多錢嗎 而且它怎麼會從中間掉 因為中間是有加固的 對 中間應該是你橋墩特別強的地方 整個橋面沒了 對 所以他說奇怪 這到底怎麼會回事啊 因為你衝過來之後呢 你現在是從中間掉 這個是非常離奇的事情 好 除了這個雲陽橋之外呢 它還可以看到省道 他們說省道來講的話 車子開一開之後呢 不見了 雙向的兩車道變成一車道 而且他們還不敢繼續過去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水 衝著這個方向啊 已經是把下面整個地基都被掏空了 所以他們想說完蛋了 現在又不能幫顧 那怎麼辦呢 因為你過不去 你不趕快離開這裡的話 你以它這種水流的一個走向 跟趨勢來講的話 它越跑越深 你看這個地方它還有一線道 再往下走 路都沒了 就沒了 然後呢現在來講的話 包括它其他的一個省道 看過去它講說奇怪 是地震嗎 怎麼會這樣子 樓長順軟 其實就是雨下太大 雨下太大之後呢 你不要說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把它整個掏空 可能連這個柏油 都沒辦法 整個就樓長身段 變成像餅乾一樣 這個在湖北 這個湖北的恩石 八東縣的公路 居然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呢 還有之前那個洞庭湖 洞庭湖來說的話 這也是非常離奇的事情 之前洞庭湖 它有一個小缺口 20公尺高 20公尺長 對 然後呢 你要趕快去弄那個東西 你要用沙包把它填住 我們竟然去拿貨車 然後就整個塞進去 結果最後呢 整個就變成現在來講的話 寬口達到220公尺 所以現在你把它堵住之後呢 現在變成說 你淹得比外面高啊 所以你現在裡面的水出不去啊 那怎麼辦 你應該想辦法把水弄回洞庭湖啊 那你現在把它堵住之後 那我這裡面怎麼辦 水洩不出去 水洩不出去 我現在外面的這些水呢 比洞庭湖的水位還高 那現在來講 在裡面這些的話 可能是有家規不得 我們看到韓國現在碰到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沒有想到 碰到200年來最大的一個水派 現在剛剛講到 三星現在大法國 對他們的整個企業 造成極大的打擊 而且這個畫面 它現在畫面很多的地方 根本就已經變成水箱折國了 對 沒錯 上這幾天的時候 韓國的中部呢 也開始下起了這個大雨 那其中包括說 很多部分的地區呢 在這個一個小時裡面 下200 100公里 或者說某些程度的 下200公里都非常多 這麼嚴重 對 所以在當地造成 他們說是200年以來 已遇的一個大災難 那這個大災難 災難什麼程度 保健 你可以看到說 韓國也算是一個 這個蠻先進的國家 你看它的道路設施 也是完全沒有用 這整個這個流下來的時候 整個車完全都被吹著 跑的一個狀況 你看這個車子完全都是 路上 你以為這是河流 沒有這是原本的路上 現在都已經變成是 河流非常湍急的這個區域 它變成漂流車在水上漂流了 沒錯 那你看這整個河邊來說的話 都整個水位完全是暴漲 跟大暴漲的一個狀況 就有點像類似我們之前 前幾天看到這個 這個中國的景象 那當然你看上面有非常多人 在那邊等待救援 那這是什麼畫面呢 這是在室內的這個畫面 那室內因為突然之間 水就衝到這個地下室去 那地下室來說 當然是全部的這個 這個都已經淹滿了 這個包括車都被淹沒 就被淹沒了這個狀況 結果變成保潔 那他們清出 把這個水都抽乾出來 才發現到說 電梯裡面有人啊 電梯有人 對 有人 然後就有人被 在這裡面被淹死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電梯裡面 就是這個電梯 電梯裡面有人之外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有一個女性呢 她可能在路邊的時候 她要去 可能當時雨很大 然後她想說那我就下來 看看我的車況 怎麼樣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她居然 連她跟整個車子 被衝下去了 所以那個女性的這個 這個駕駛呢 也不幸過世的一個狀況 當然啦 隱習院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做出了說 要救災的指示 但是這種幾個小時之內 下到一兩百公里 這的確也是南韓過去 從來沒有 你從什麼廣東廣西 開始淹水 往北 這兩天導播開導 湖南 湖北 那個水是直接直洩而下 是 現在整個中國很多地方 真的都是因為牆將有關係 這個沖刷處他們的施工品質 有多爛 雲南寶山市 你知道嗎 這個飯店才落成一年多 這是飯店 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監視器 本來是掛在上面的 後來就是有水上來 有水上來 突然之間有沒有 天崩地裂 因為它的地基 之前就有點被掏空的情況 整個建築就這樣翻倒了 所以本來是掛在屋頂上面的那一種監視器 整個都翻轉起來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說他們挖出一個 那個沖刷出一個大坑 這個施工品質有多爛 這個再想一次 這個飯店才錄成一年多 一年多遇到大水 真的是並不起任何的一個考驗 那除了這個雲南寶山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怒江這裡 怒江也是那個集水 整個河水的暴漲 也是因為它前幾天不斷的下雨 不斷的下雨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他們就講到說 這個地方 事實上也因為河流暴漲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多地方全部都汪洋一票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水完全的退不掉 你看很可怕 真的多麼的湯崎 所以它也會造成 包括土石流 然後包括旁邊附近的一些 那個居住的地方 也因為這樣 包括道路也都被沖刷下來 所以他們講到說 每一次每一次的一個強降雨 好像是對中國的一個建設品質 進行一個壓力測試一樣 那你剛剛有特別提到的湖北 湖北能夠沖 你看這嚇死人 河水突然就湧進來 所以呢 這停車場嗎 這停車場 所以他們有往裡面跑 你知道嗎 哎呦怎麼水來了 實在太大了 所以就整個沖到水裡面 停車場裡面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不是這個多可怕是 水真的來得又極兇 看不看 人不是一個個下來嗎 人一個個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他旁邊有很多的白色 那個叫嘛 那個就是沙包 本來這些人幹嘛 我要在停車場前面 很多人耶 我帶著沙包 我要去把這個水給擋下來 就沒有想到 沙包連著人 全部都被沖下來了 是 完全擋不住 現在一二三四五六 跟下餃子一樣 大概至少有七八個 你看那個沙包都掉下來了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沙包掉下來旁邊其實是人 因為還有穿很多什麼藍色衣服 有沒有又一個又一個 被沖下來 雖然不是講到說 這是真的太可怕了 也不過就是一場大雨 然後呢 水怎麼樣攔都攔不住 然後你知道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這個其實監視器的影片 你看了真的 未來要頭皮發麻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一樣也是湖北 它有一個重陽線的地方 它這裡原本是一個 電商產品的倉庫 裡面全部都是倉庫 結果有一個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而且泡在水裡面 我跟你講 他說他的店鋪 方圓五公里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水位最深的時候 竟然有兩公尺之高 然後他們就說 哇天啊 這個老闆他就講說 我在那邊打拼了十多年 我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你知道什麼 可能是冰箱啊 可能就是洗衣機啊 全部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他說這個 真的損失太慘重了 沒有辦法去估算 那同樣的也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長江的中下游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一樣 也是因為長江游的關係 哇塞 真的很可怕 湖南這個部分啊 還有的就是 全部都是泡在水裡面 這個是千年鳳凰古城 這個原本 多麼漂亮的一個地方 原本就是這個 應該是暑假的一個 觀光旺季 全部現在看過去 也都是一片的汪洋 他們就甚至有人在講什麼 他說本來 因為有騎連日的一個暴雨 所以他們就說本來整個降雨 他們那個長了一多米 整個河水長一多 你看很可怕 他那個女生 原本還在那邊要弄船啊 結果後來差點就被隨著船 一起就拋走了 有沒有一個男生 趕快來救他 趕快來救他 就說你不要再去誘你的船了 你那個船沒辦法 救不了的 所以趕快把他救 不過他差點連人帶船 就要隨著河水 這樣子沖刷下去了 那另外一個你現在看到 因為以為就是說 怎麼會一個大卡車 整個這個 掉到了河裡面 水裡面 事實上不是 他們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實在是沒有辦法 怪手還在那邊推他 對 所以把他推下去 因為這樣子可以堵住 這個整個範圍 已經潰提了一個 所以我用沙包 跟我們來不及了 我直接大卡車 裝上大石塊來塞住他 是 只能用這種方式來塞住他 那用這種方式來塞住他 事實上他損失了 包括這輛車之外 到底沒有效也都不知道 但沒有辦法 可能其他的方法 窮盡其他方法 都沒有辦法 阻止這個提防的 而且可怕的是 這個狂風暴雨 已經到了華北了 你看到現在的河南 你現在看到河北 現在已經 身手不見五指了 而且你知道河南很慘 因為他才剛經歷過乾旱 就沒有想到 也才來一個 馬上一個暴雨 很可怕 而且你知道 他還要再下一週 所以現在狂風暴雨 吹落整個屋頂 甚至連河南的洛陽高架橋 也全部都已經淹水了 然後心裡想說完蛋了 其他的湖北河北的南高 淹水的狀況 即將要我們這邊河南 又要再度的進行當中嗎 然後你看這個高架橋 真的那個積水 是完全沒有辦法 對 現在很多人想說 你盡量不要再上路 你看那個車子 還有其他的 包括垃圾 因為就隨著這個河道跟馬路 就這樣沖刷下來 你只要是一個 比較有起伏的一個坡道上 都會面臨的狀況 所以他們竟然講說 現在有大雨 你們千萬不要把車開上去 因為你可能沒有辦法 就這樣子隨著河水 直接沖刷下來 好 金平 當然現在全世界 還是關注這個貝羅颱風 沒有想到到了7月初 才7月的7月1號 這個颱風 颱風就形成了 而且馬上 從這個熱帶氣旋 馬上變成4級 現在變成5級 現在已經造成兩個人死亡了 現在剛剛講到 這個颱風並沒有還有停歇 還在造成極大的傷害 而且你從空拍上看的話 整個城鎮真的已經被 移為平地了 加勒比海20年來最強的颱風貝羅 它在6月就生成了 我們知道加勒比海那一帶 中南美洲 大概是8月的時候 才會產生這個颱風劑 就好像我們的颱風劑 是8月開始 他們6月提早兩個月就出現了 CNN主播怎麼講 全世界很少有這個颱風 這麼讓人家感到害怕恐怖 讓大家恐懼 貝羅就是其中一個 美國的颱風中 國家颱風中 形容貝羅 它的威力 致命性的這個暴潮 跟災難性的強風 它的這個風速 每小時可以高達260公里 它6月生成是4級 不到24小時 從熱帶風暴 變成這個颱風 4級的巨風 然後到了7月1號 立刻升級為最高級的5級 那你看到的是這個畫面上 它從加勒比海很多的這個島國 包括我們的友方聖文森 還有像這個巴貝多 這個格雷娜達巴貝多 幾乎都受害 它少到哪裡 哪裡就已經幾乎全滅 要不然就滅村 你現在看到還有包括了這個 這個委內內拉 是南美洲的這個北岸 也全部受到影響 委內內拉就有400棟房子遭殃 所以你看到 那個人變成一個泥人了 因為造成土石流 它整個還有山崩 還有這個山洪爆發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在散開搶救 它的一個救災 幾乎很多的這個民眾都受害 不只是這個委內內拉 因為它在那個地方 還有很多加油站也被淹 然後還有很多你看那個河流 它整個水 你看加油站的這個淹水的這個狀況 幾乎都造成當地啊 這個中南美洲的國家 非常嚴重的災情 還有商店啊 直接被這個土石流 泥流直接灌入 所以他們為了搶救這個救援 受困了這個民眾啊 都發現說很多的這個所到之處啊 幾乎你看幾乎都被水 還有這個整個衝滑 還有我剛剛講的 它那個強風是非常的誇張 空拍一眼光過去 全部都是這個土石 而且一般的颱風 一般的颶風 你經過的地形 你會被地形破壞 它更可怕的是 它本來是4級 被迫害降到3級 3級沒多久 它又開始重新浴量 又馬上回到5級了 對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醞釀的過程 因為海水它的這個升溫 異常的這個升溫 造成它可以不斷的這個 一下子雖然降回去 後來又升級 包括美國的NASA 它的這個衛星圖 就可以看到 這個貝羅啊 佔據了整個海洋 半個海洋以上 那個面積之大 那你現在看到的都是 它在這個中南美洲這些國家 它的這個海浪巨浪滔天 超過它原來這個海潮 是6到9米左右 對 它熱度至少超過10米以上 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國 還有葛瑞納達 第二大島 卡里亞庫島 它被這個貝羅一登陸之後 半個小時掃過去 那個總理就講 它的那個島的上面的村落 全部都滅村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狂風暴雨 在這些國家 多米尼加 狂風暴雨 波多黎各啊 沿海那個開著公 開著車啊 那個浪就打上來 也太慘了吧 然後巴貝多啊 它的這個地方 甚至那個船都被衝上去 它的船還是被這個貝羅給集成 你現在空拍圖掃過去 滿目瘡影 幾乎都是被蹂躏 而現在這畫面是巴貝多 你看巴貝多的船 它停在那個港口 它早就好做好防範颶風的措施 但是沒用 這個貝羅一來很抱歉 就把它衝上去 最倒楣的是這個墨西哥 墨西哥 因為墨西哥這個週末就要碰到貝羅 那它之前才被另外一個颶風 艾貝多給掃過 你現在畫面上是看到了這個 艾貝多之前掃過之後 墨西哥的塔毛利帕斯州啊 這個圖拉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六公里長的一個裂縫 這個裂縫大概一到三公里寬 一到四公里深 那這個裂縫 雖然他們當局說是因為地下淨流的關係啊 突破太多的這個寒水層被過度開發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艾貝多的話 墨西哥會造成這樣的災情嗎 所以他們現在碰到了貝羅又要來了 艾貝多才剛走 那貝羅來了 現在插了一旦 我們想講的 現在在中國 我們想講 從華南到了華中 現在很多地方都淹大水 淹大水現在有很多的第一視角 你從那個第一視角來看待的話 就知道當時有多麼驚險了 對 寶貝哥 像我們發生這起案件在新疆 各位 新疆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 三紅爆發的時候也是一樣 迅雷不其言 為什麼 因為剛好他是一名外拍攝影師 結果呢 他就把自己在車內的第一人稱視角 給記錄下來 那寶貝哥你知道他第一時間 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嗎 為什麼 來交代遺言 他說哎呀 恐怕我今天要交代在這邊了 我先呢跟我的老婆家人小孩說 我愛他們趕快把遺言交代完 所以你知道嗎 因為他來得太快了嘛 等於他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傷紅整個完全去 就這台車嗎 對 你看到他被困在跟孤島一樣 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他完全不敢開 因為他怕隨便輕舉妄動之後 整個人會被河流 被這個我們講的泥流給帶走了 所以你看他現在裡面 開始在交代他的遺言 交代他的後事 然後與此同時交代完之後呢 他還是報紙著一線希望 想說好吧 我已經報警打個10吧 打完10之後呢 開始就在那邊自顧自的講話 結果沒有想到令他感動什麼 別想到110真的跑來了 這種中國的警察還真的 這個跋山涉水越過越來越來 結果你跟他畫面 趕快把人拖了 上車上車 因為警察也不知道 我再待多久我自己也不是安全 拖了進去之後 真的救他 就把他救出來 救出來之後他還自己拍一個影片 說感謝社會大眾 感謝警察 我竟然真的能夠活下來 但各位啊 你以為說這個叫做人住 但有些人是什麼 自住 就是自己救自己 比如說我們在四川涼山這個地方 就是這種貨車時機 因為他長期的招山這樣 跑山的 就各位 就你現在看到畫面 整個山洪爆發 我們完全走山 那保理哥 你知道他說 遇到這種情況只有一個字 你知道是什麼嗎 跑啊 衝 就是你要油門踩下去 趕快把他衝過這邊 跑還不夠要衝 對你不能停下來 你停下來的話 恐怕反而會有更多的生命危險 所以你就知道 遇到這種事情 趕快油門打了一個 因為他們說 你如果定點的話 反而更容易被砸到 你趕快跑的話 搞不好還有一線升級 現在我們就看到什麼 洞庭湖居然潰堤了 潰堤 潰堤知道嗎 整個 整個村莊 對 全部被淹沒掉了 對沒錯 這是在周末的時候 發生在什麼地方 發生在這個洞庭湖這個地方 那岳陽的這個華榮縣這邊 有一個堤防 就因為呢 當地人就發現到 因為最近的水一直不斷的在下雨 尤其是在洞庭湖的上游 湖南湖北那個地方 都一直不斷的在下雨之後 這個水慢慢的淹上來 而且淹上還不說 寶傑知道 他下面已經發現到說 水已經滲滲 滲進來了 所以他們趕快把所有人都撤退 撤退之後 就官方開始在想辦法 堵住這個堤 因為這個堤防 如果你沒堵住的話 後面大概約莫有 大概三十幾萬 三十幾平方公里 可能會被淹在水裡面 所以他們很努力去堵 寶傑那堵的方式 怎麼堵 他們除了出動那種大卡車 各式各樣的使用單位都來了 他們最後我們不是看到嗎 他們把這個卡車 裝著這個吐石 就這樣衝進去 卡車直接掉下去 對 衝進去 丟進去 就丟進去的時候 後來還是沒辦法堵住 後來還是潰堤了 潰堤了之後 你知道這個水完全就流進了 這個滑溶線這個地方 淹沒了大概淹沒 四十平方公里左右 然後撤退了大概淹沒 是六千人到七千人左右 當然目前為止來說 水溫已經慢慢退去 因為原本他們很擔心 如果長江上游繼續下雨的話 他們現在已經到第一道防線 已經破了 他們現在是準備要 再守第二道防線 如果繼續水位往上升的時候 第二道防線破的話 那更是糟糕 還好雨停了 對 幸好現在水已經開始慢慢 往外流出去的一個狀況 不過保久跟他講 你以為這樣就過去了 沒有 因為這個水會往下游去 所謂緊接而來的話是 長江下游恐怕在接下來 會面臨到水患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說今年的紅風還是要注意到 對 今年可能一波一波 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在這個長江上游這個地方 還繼續在下雨 可是保姊知道 這次造成的災難 你覺得只有長江流域是這樣 沒有 這幾天山東也在下大雨 對 這幾天山東下大雨的時候 保姊知道 山東的這個淋漬這個地方 已經下雨下到真的 完全那個水完全淹起來 這個淋漬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水淹到你看 淋漬整個街道 這個幾乎是這個地下停車場 完全被淹沒的這個情形 而且在山東的這個 四河水壩這個地方 它也出現了這個巨大的缺口 有可能也會潰底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告訴你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以前 都在上游蓋了非常多水壩 各式各樣的水壩一大堆 結果現在呢 因為他們都年久失修 年久失修 結果現在又遇到什麼 年年的大雨 而且現在大雨就是極端氣候 一下都下了好幾百 好幾十公里這樣下來 我們這兩天當然全世界都關注那個 貝羅颱風 貝羅颶風現在對加勒比喊 這些島國造的影響 但是對中國來講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 整個長江的流域 是不是 紅風又來了 紅風會不會對這個地方 造成極大的傷害 你現在看到了吧 你現在看到湖北一個商場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這個水起泄而下 你剛剛講到 所有人 這些人居然被衝進來了 對沒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在湖北 湖北這幾天突然下的這個暴雨 而且暴雨相當的這個激烈 你如果看這個影片來說 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人先往下跑 一個人先往下跑的時候呢 後來緊接而來的話 就很多人從這個 車道上面滑下來 這是車道 這不是滑水道 他們就整個很多人這樣滑下來 那為什麼會滑下來 因為原本他們在這個 這個停車場的入口 他們在那邊築堤防 要防止這個水進來 結果沒有要水太大之後 衝破堤防之後 他們全部人被往下衝的一個狀況 你還想擋水的 還想擋水擋不住 然後現在全部人都被擋下來 都被衝下來 這裡面很多是 這棟大樓的保全人員 對 保安人員 甚至還有很多這個地方的 相關的來幫忙的人 全部都被衝下來 所以你看到的是人 旁邊有很多的沙包 對 就等於說我在堆沙包的過程裡面 人跟沙包都被衝下來了 對因為水太 這個漲得太急的時候 他們完全被衝下來的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這個洪水真的來得非常猛 那突然下暴雨之後 你看 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在這個賢寧寺這個地方來說 你看 降了暴雨 三個小時內降到114毫米 你看整個全市都已經被泡在水裡 保安人員 你看 你仔細看喔 這是砍棒 它現在一樓 整個是一樓都被 一樓都被淹了 一樓都被淹了 那一樓被淹的話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只能出動那種救急艇啊 現在完全已經升到1.5米左右 這真的是非常高 幾乎是已經可以滅頂的人員 你看每個人都已經當成是游泳池 在游泳的這個狀況 那這是這個 你看這個整個停車場裡面來說 這很多校車什麼的 完全都被泡在這個水裡面的這個情形 也就是說現在整個湖北 湖北這個地方來說 完全都是這個大水在沖的這個過程 所以你在湖北已經看不到任何道路了 每個道路都變成水池了 對目前為止來說 都是黃沉沉的一片 都變成是完全被淹在這個暴雨之中 那我就講 事實上這搞不好呢 就會變成是你看 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目前為止的這個天氣氣象圖 你看在湖北這個地方 你看還是有一大團的這個雲雨 帶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湖北湖南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可能今年呢 長江接下來的話 會不會有又什麼 水又有這個洪峰的問題 可能大家又要關注了 而且你看現在這張照片 現在幹嘛 他們幹嘛趕快動用卡車 動用卡車以後把它裝滿石頭 我現在幹嘛要堵住這樣的洪峰 因為在湖南越洋市的蜜羅市裡面 暴雨徐擊 它的河流根本都潰堤了 對沒錯 事實上保久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有人拍到這個畫面 就說我們怎麼又用這個卡車 去載這個石頭來堵住嘛 那每年都用這樣搞 那後來就說沒有這回事 但是問題是網路上都已經在傳這個 真的是有 為什麼 因為蜜羅市這個地方來說 也是因為突然下暴雨之後 上游的水一路往下沖 往下沖之後整個蜜羅市 你看他們有些地方 這個比較鄉村的地方 就放著讓它這個水淹過去 但是比較沉濕的地方 他們就開始進行這個挖 你看這邊很克難 他是在那什麼地方 他到山上去挖石頭 然後挖石頭之後就叫車載下去 他說你們都沒有準備啊 就這樣臨時急救張啊 那因為臨時急救張 這個沒辦法 中國今年的暴雨啦 或者說乾旱洪水啦 實在太多了 所以讓很多民眾說什麼 我們今年好不容易 原本是說這個狀況也好一點 結果沒想到遇到失業 然後又遇到天災人禍 真的對中國民眾來說 今年好像不是一個好的一年 而且可怕是之前不是講 中國現在是南撈北漢 南撈北漢本來就是華南撈 現在要幹嘛已經進到華中去了 沒錯我們要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華中這個地方在下暴雨中 你看整個目前為止都是非常慘的畫面 這原本的橋下的這個車呢 因為上面的另外一座橋已經淹水 淹水之後你看水往下灌 下面的水下面的車幾乎完全 可能被淹到水裡面的這個情形 然後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 到處都是水淹到這個 你看很誇張的這個狀況 那甚至還有很多人就完全被泡在水裡啊 然後要有人去救他的這個狀況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是一旦下雨的時候 就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一旦乾旱的時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沒有水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現在整個極端氣候呢 讓中國所有民眾 可能很多民眾都陷在這種 所謂極端氣候的災難之下 好雨薛 當然現在大家全身也關注 那個貝羅颶風現在清洗到了加勒比海 最近有沒有看到很多屋頂都被掀開 大家看看今天空拍機出來了 空拍機出來以後 真的這個地方已經被 你看到沒有 已經真的被移為平地了 對不對老哥我們要先從那個衛星相來看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貝羅颶風 竟然五級颶風 它的毀滅性會如此的可怕 因為他們從這種太空中 用國際太空站 直接去拍到了這個貝羅颶風的情景 其實我沒想到發現 它的雲層之後結構之紮實 他們講這根本就是教科書等級嘛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雲層結構如此之飽滿的 我們講颶風竟然出現在這個地表之上 所以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未來他還會直指往亞馬加前進 而在他行進過程當中 包括我們講的卡里亞庫島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空拍畫面 原本昨天看到是什麼 整個屋頂啊電線啊被掀飛 後來發現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各位你現在看到的 原本這些地方不是綠綠的喔 也不是都是平地喔 是一個完整的小鎮 結果這個完整的小鎮被這個我們講扎實的 所謂的眼牆也好 所謂的風也好 輾過去之後 完全體無完膚消失殆盡 所以全部都變成蠻部瘡移的一片嘛 感覺上他是被龍捲風襲擊過的 對而且還是一個超巨型的龍捲風 換言之他有颶風的規格 颶風的範圍 但是他的破壞力去遠遠不亞於所謂的龍捲風 甚至就連台灣的友邦 有一個友邦叫做聖文 生購應該很熟悉 就一樣他也是在加勒比海一帶的附近 結果他們整個空拍圖 這樣直接拍下來 原本有屋頂的地方 屋頂通通不見了 只剩灰色的這種樹地一片 甚至連山頂的都變得有點光凸凸的 然後整個地面全部被橫掃帶進 而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當他們清醒完加勒比海之後 現在更進一步 我們這個被龍捲風 往哪裡前進了 往委內瑞拉前進 所以現在各位 在當我們錄影這個當下 事實上委內瑞拉也遜受到 所謂的洪水猛獸的清醒 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 現在委內瑞拉整個街道 全部都成為這種滾滾的洪流 而且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是街道 街道喔 而且你看這個洪流的速度 有多湍急 代表它叫做風牆宇宙 甚至有一個民眾 有一個老人家 還不小心跌下去了 但跌下去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其他民眾想要趕緊把它救出來 結果各位你看到這個畫面 整個人全身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不像是泡水耶 它反而像是泡什麼 泥巴玉 它整個一起來之後 全身都變成泥流了 代表這個土石所鬆脫的速度 土石流射速度 非常非常快 而且又連路上 我們講一個委內瑞拉很多這種 截曲萬一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是土石流 它這麼巨大的石頭 從天而降 保留哥那塊石頭 搞不好都比我整個人加起來 還要來大 你們看前面兩顆巨石 所以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它的對流之旺盛 雨量之強可能後方的飽滿 直接把前方根本還沒有被雨水 所滲透的巨石 土石流它是呈現一塊一塊的礦狀 那就代表它山整個都崩掉了 它是整個全面性的崩壞 換一次水的重量太重 把山給直接壓垮了 而且你仔細看看 它這個是災後 滿目創意的畫面 整個好幾台汽車 全部跟跌羅伊漢 大家都跌在一起 而且更誇張 你知道是什麼嗎 因為其實他們的副總統 有出來看災 委內瑞拉的副總統 跑出來看家 走到一半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竟然連他都被砸到了 他被樹木給砸到了 對 因為整個強風過後 整個樹木變得搖搖欲墜 整個很容易的隨便的風吹草動 就會倒下來 結果沒有想到 跟社區在辦這種協調工作的時候 突如其來 有沒有還在跟民眾溝通的時候 一顆整個大樹下來 結果連這個副總統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被砸到 手腕跟腳腕真的都受傷了 不是說虛精一場喔 他真的被樹砸到 真的受傷了喔 而且甚至是現在到了多米尼家 一樣在這個鄰近沿岸的地方 保里克 你看這是什麼 這個是三公尺 五公尺 三層樓高的 滔天巨浪 你知道哪來巨浪嗎 就是因為他整個海水 被這個貝羅颶風 用得太洶湧了 所以當他到岸上的時候 整個沿起來的 整個海浪的高度 你不講 你還以為這個有如 所謂小海笑笑 如果我開車過去 我馬上油門踩到底 我嚇都嚇死了 我也嚇死了 等一下直接把我給吞下去怎麼辦 那你看 頓多米尼家的還這個 慢吊死你慢慢開 心臟也勝大哥 那比我們的瘋狗浪還可怕啊 當然 那瘋狗浪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突然間就把你人捲下去 但你以為這樣嗎 沒有真的海水倒灌 你看喔 這是他們村莊 人趕快跑 因為整個海水都已經 湧進到他們的村莊裡面嘛 甚至是 連他現在外圍的一些風勢 外圍的一些雨勢 也讓波多尼克的首都聖灣 飽受風雨的清洗跟枯老 所以現在對於雅買家人來講 看到前面這些災情 心有七七焉 根本就嚇壞了 趕緊做什麼動作你知道嗎 開始在盯木板 甚至他們整個全程都發佈警戒命令 類似這種戒嚴 就是說 大家可能到時候就不要隨意外出 躲在家裡面 而且把家裡面的房台準備好 因為緊接而來 這個貝羅聚風 它將要清洗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在雅買家 而且我們來看 現在這個是NOVA拍的這個東西 我們最近也講 NOVA還拍的這個所謂的飛行器 也就是這個 輕航機 進到了岩牆裡面 發覺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雲牆 那個是一個非常紮實的雲牆 就剛剛講 你已經清洗到陸地 你並沒有被破壞 而且它還是非常的強 這個牆剛剛講已經奪走了五條的性命 而奪走五條性命 是因為現在的通訊已經混亂掉了 你目前知道是五條 但現在還在往前推進 最可怕的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高雄陸雲的這個眼牆 你不要以為它只是很壯觀 你要想想看 因為它的結構很紮實 因為它當中帶有雷雨包 而且它是非常的密布 所以比起一般的颱風 比如說像颱風經過我們台灣的中央山脈的時候 它的結構是會遭到徹底的破壞 可是當今天這個眼牆掃過這些建築物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那個的威力跟破壞度 根本不雅於熔捲風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偉人對啦 我們講的加勒比亞區域 甚至我們講的多米尼加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點 它根本沒減弱 它始終當它稍微破壞 消耗它的能量之後 馬上從海水有如源源不絕的ATN一樣 把自己的能量再補充 所以現在這個是還在持續長大 還在持續變胖的五級颶風 就要直撲我們講的亞馬加 甚至是墨西哥而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氣候地圖 真的會嚇一跳 現在全世界都紅通透底片 整個世界真的熱到炸鍋了 而炸鍋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看到這個是華盛頓特區 它華盛頓特區有一個林肯的雕像 結果沒有想到它熱到什麼程度 熱到這個林肯雕像的頭 竟然都斷掉了 那只有美國嗎 沒有我們看到中國現在也非常的嚴重 因為你非常的嚴熱了以後 你的對流就非常旺盛 對流非常旺盛之後 你會有暴雨產生 現在在湖南的長沙 居然一天之內下了54個西湖的水 它現在的地鐵全部都變成了游泳池 因為我們看到在廣州的每一週 它現在暴雨多日了 已經有上萬人疏散 現在已經47個人死亡 然後損失了58億的人民幣 那現在很多專家講 現在才剛剛開始 現在才剛剛開始 現在還沒有進到7月 就已經熱到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程度 難道 進到這個暑假 是我們會碰到有史以來最熱的暑假嗎 剛才講的 看這個地圖真的嚇死了 沒錯 整個世界紅通通的影片 剛才講台灣現在 這兩年提爾溫度居然高了40幾度 那我們更誇張的是 居然在美國的華盛頓 林肯雕像的頭斷掉了 對我們只要看這個Wendy的圖 你就知道 你看非洲這個地方 還有美國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一片紅通通 甚至連中國跟亞洲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紅通通 而且真的 今年的地球恐怕 你覺得現在熱對不對 但是今年的夏天 緊接下來了 恐怕是史上最熱的一個夏天 所以這個熱今天才剛剛開始而已 對好那熱到什麼程度 寶傑我們來看 各地都發生了非常多的災難 以這個美國來說話 美國華盛頓特區 過去可能它20幾度 算是一個宜人的體肉 對 結果現在動輒都三十幾度 三十幾度 三十幾度的這個高溫 所以導致你看 這個原本的這個林肯雕像 因為是一個蠟像 對 他原本說我們這個天氣做蠟像沒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 還沒有放到夏天的時候 蠟像就已經熔掉了 頭斷了 熔掉它的頭也斷了 然後你看軀幹也都斷掉了一個狀況 他們想都沒想到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另外一個你看 而且你知道美國現在是怎樣 這多尷尬 而且美國現在是怎樣 舉國都很熱 你看現在有一個叫熱窮頂 照在這個美國上面 美國大概有一億多人 都受到這種所謂熱窮頂的這個影響 甚至紐約市 它還有可能會打破最高紀錄 35.5度 紐約這麼北的這個緯度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 今年大概是史上最熱的一個夏天 而且我們剛剛那個雕像 它其實是一個小學 今年二月的時候才安裝 會不會變成這個小學 非常得意的一個作品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這個180公分的林肯雕像 竟然 因為連著三天的高溫 連著三天的高溫 它就受不了了 對 好 那我們講美國這麼慘對不對 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我們最近來講 它原本在梅州這個地方下雨 下雨的時候萬人疏散 有47個人死亡之後 損失58億 結果沒拿這個雲以待 進去往北 往北來說的話 你看長沙緊接著也下大雨 長沙的6月24號 一小時下了54個西湖的這個雨水 54個西湖 對 然後再往北之後呢 現在連江西那邊全部都在下雨 所以整個中國的這個東南部來說 完全是汪洋一片的這個局面 所以我們講說現在在湖南它的地鐵 基本上都已經變成游泳池了 對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全部都是地鐵的這個畫面 你看突然之間下這麼多的這個暴雨 大家想過去很少這樣極端氣候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來講 事實上這個就是原本你看這個原本林肯的雕像 他要仿冒什麼呢 因為他要仿冒出林肯紀念堂裡面那個 林肯的坐姿樣子 他們還說我們這個為了要紀念林肯這樣的狀況 是林肯紀念堂裡面的那個樣子 對 結果沒想到 你看這個原本是威風凜凜 現在變成是這個樣子 真的有點尷尬 不過是因為真的是太熱的這個關係 而且你只知道 他不是說我的頭斷了 對 他的左腳也熱到融化了 對 沒錯 你看左腳已經完全不見了 這個位置 所以他事實上非常熱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熱到什麼程度 寶傑你知道 在田納西州 因為田納西州目前為止 也是收到高溫這個籠罩 籠罩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有一個工作的人員 你看 有一個小熊就跑進這個室內 為什麼 室內比較涼快 他在那邊 那邊可能有冰箱 他那邊躲在那個地方 結果寶傑 最後呢 工作人員根本沒有發現到 從後面進來的時候 發現到有小熊的時候 下都下死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氣候來說 真的讓美國人 都受不了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現在美國熱成這個樣子 連林肯的雕像 頭都斷了 腳都已經消失了 然後呢他的熱對流 非常的嚴重 熱對流非常嚴重之後 剛剛講的 他現在也有很多地方 出現了洪災 現在在明尼蘇達州 我們看到在阿赫華州 你剛剛講 現在全部都是汪洋一片 沒錯 這熱熊頂造的地方呢 事實上是非常熱的 但是在熱熊頂沒有到達的地方呢 有些地方卻開始下暴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明尼蘇達州 明尼蘇達州 這邊有一個叫拉皮丹的大壩 這個拉皮丹的大壩 已經營運了一個世紀 從1910年以來 但是沒想到 他在最近就潰堤了 潰堤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從來沒有這麼多的雨水 反反覆覆這樣 因為他們說 過去下雨量都沒這麼大 對 一百年的這個大壩 就這樣子就潰堤了 所以你看 就整個從這邊潰出來 然後整個水往下流 往下流的時候 你看 所以這是潰堤的狀態 對 沒錯 那當然啦 因為水量很大 所以你看旁邊的房子 被沖到這個陸基完全都沒了 甚至後來被沖走了 也是一大堆 對 所以那他事實上 陸基沒了 對 陸基沒了 因為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大的水量 他們一百 他們說一百年來這個水壩都是安好的 但是最近 沒想到一直下雨 然後反反覆覆這樣子 這樣就把它沖垮了 所以他事實上 在明尼蘇大洲 已經出現到這麼嚴重的水患 明尼蘇大洲 在美國很北的地方 他連雨量根本沒有那麼多 另外還有南達哥達州也是一樣 他這也是一樣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地方的這個雨量也是下太雨 下太雨之後你看 眼前有一個橋 這個橋以前也都沒有壞過 結果沒想到因為水淹得太高 已經淹到這個13.7公尺之後 結果沒想到去把這個橋 給推斷了 他們說 哇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局面 甚至連在愛荷華州也是 愛荷華州其實是美國的大股倉 就大股倉來說 過去也就是沒有下過這麼大的洪水 結果沒想到你看 這是空拍畫面 你可以看到整個愛荷華州 都已經變成是汪洋一片 那美國要嘛就是很熱 要嘛就是泡在水裡 現在是兩個極端 冰於這個所謂的火跟水 兩個極端在美國同時發生 好 另外就是 當我們想到瑞士的時候 你會想什麼 風光迷媚 氣候宜人 結果沒有想到 你現在看的這畫片 他在瑞士 瑞士的馬特洪峰下面的側馬特 也因為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瑞士 你很難想像瑞士 現在也有這種洪快 對 沒有錯 夏天的瑞士 大家感覺就是天氣非常好 然後就是這個所謂青山 然後白雲 結果沒想到現在 而且現在的這個瑞士是下大雨 而且把這個所有好山好水 全部沖滑 沖滑了 對 你看 我們過去想到這個馬特洪峰 就是很漂亮的白色 不是很綠的這個綠色 沒有 現在是一片灰 為什麼 因為雨下太大之後 你看整個這個馬特洪峰 要嘛就是有了這個崩裂 有怎麼樣 然後甚至連這個山腳下 這個側馬特 最近剛好我有很多朋友 剛好去那邊玩 他們都說拍到這個水 真的是有夠誇張 這真的是這樣子 整個河道完全都是這樣子 這樣被沖刷的這個局面 而且想到都是滾滾的洪流 那以前不是風光泥妹 氣候宜人嗎 對 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嗎 是 但是今年實在太嚴重了 所以導致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當地呢 很多電力 飲水完全都沒了 甚至連這個 在瑞士的這個東南邊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反正現在整個瑞士境內來說 都是深受這個暴雨所苦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 瑞士是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巴西也是一樣 巴西最近一段時間也是很熱 巴西你看啊 這個不是這個草原的火災 這很正常啊 巴西我跟你講 這個火災是非常不正常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是濕源 濕源照理說 因為濕源的這個天氣是很 這個土地是很熱的 照理說不會塞 但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目前為止來說 溫度太高 導致它原本的這個濕源 應該是有一些濕氣的 完全都被蒸發掉之後 變成是乾草 所以它就是這樣燒 你看現在燒燒燒燒 所以這裡本來應該是濕地 對 這個本來是濕地 結果熱到變乾草 然後整個變成大火 對 又一火來 這個熱溫度來之後 一燒就整個燒起來 你看晚上白天燒 晚上燒起來的話 你看有點像末日景象的狀況 他們就說 其實這個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他說 一般來說 它這個80%其實都淹在水裡面的 就沒想到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長久 這個太過乾乾的天氣之後 這是燒完的樣子 對 整個燒 整個燒得非常誇張 感覺像一片廢墟 對 他們就說這是從來沒有在這個地方發生過 人類第一次看到 在這麼大的這個濕源 這個潘塔納濕地來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大火在那邊出生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巴西也是熱到不行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根本不用講 台灣這幾天也是非常熱 對 台灣超熱的 我在外面走一下之後 就整得滿身大汗 走一下就滿身大汗 可是我今天看到醫生建議說 你從10點開始 到下午3點 你不要隨便出門 對好 你看台灣也是變成熱番薯 你看整個西半部 還有整個東部都是非常非常熱的一個狀況 那也因為這樣 保久我們出現什麼狀況呢 我們就出現很多電動機車著火的這個狀況 從6月23號的時候 電動機車突然就爆炸 另外24號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甚至連這個做太陽能的也進行傳火災 那個所謂交放的很趣 它也只能夠在那邊交 交也不會 沒辦法讓火起滅 只能讓它自己把它燒光 所以我在跟你講 因為極端氣候天氣太熱的狀況 真的今年 我就說如果你現在就受不了的話 那接下來 才剛剛開始 會讓你更受不了 好 雨萱 剛剛講的 你講到熱 當時講到西遊記的火焰山 火焰山在新疆 這原因剛剛講 它的溫度到底真的還假的 它說 現在的溫度已經高達81度 它說這裡的人 剛剛講 在那邊走路走著走路 你會覺得腳很燙 為什麼腳很燙 因為你的鞋底被融化了 對 剛剛 它就在新疆的土魯班盆地裡面 81度 對 你看 但是前面還有一個芭蕉扇在散 真的需要散 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看這個頂端 像一個金箍棒是什麼 這是溫度計 結果你仔細看裡面有個紅通透 不好意思 它的山頂的溫度 竟然真的高達81度 而且整個山 因為它是以紅色沙岩組成 所以陽光照著 它的溫度會持續上升 你從遠方看這個山 真的跟著火一樣 當然很多民眾講說 哎呀 因為這個山著火 我特別嫌去觀光對不對 觀光我不要去碰到那個81度 總沒事吧 我這三腳下走一走總沒事吧 錯了 因為三腳下有夠燙 它現在三腳下的平均溫度 也來到了四五十度 所以很多遊客不知情 想說腳踩著地板 應該沒事吧 結果他們官方在講說什麼 的確很多遊客來 但來的時候呢 都會忘記帶一個東西走 各位你知道忘記帶什麼東西走嗎 帶什麼 鞋子走 所以你在 你在火焰在這個地方 就在地上流了很多的鞋子 因為它這個整個鞋子 完全就脫落了 對 很多人鞋子是橡膠做的嘛 甚至是我們講石油製品嘛 然後走著走著想說 怎麼突然間呢 劍步如飛 腳底下呢 開始變得輕盈 然後越來越燙 因為整個鞋子 各位 它不是鞋子掉了喔 它等於是你鞋子連接處 整個溶去啦 溶化掉了 然後整個腳底板 黏在那邊 溶去啊 對嘛 所以很多遊客都發生這種狀況 甚至有人想說 那外頭太熱了 我坐在車子裡面看總行了吧 也不行為什麼 因為很多遊客真的 就是跟我們想的一樣 躲在車子裡面吹冷氣 結果你看上面的畫面是什麼 這個我們講 都是漢 漢族全部都跑出來 因為外面真的太熱了嘛 所以說你就算裡面吹冷氣 可是外面那個熱太熱了 熱你在這個汽車裡面 它整個輻射進來 你還是不斷的在冒汗 對因為那有兩種 一個叫做陽光直射 陽光直射的時候特別熱 但你不要忘了喔 地表你腳底下這種紅色塞 它也在散發著輻射熱啊 因為現在的災難都是負荷災難 因為現在的熱 關鍵就是熱 熱了以後你的對流方旺盛 旺盛了以後你就會 你說你就會下暴雨 現在這個暴雨剛剛講的 就在中國的華中地帶出現 剛剛講的湖南這個地方 湖南長沙 嚇死人了 對沒有錯 各位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就是火車站 你要想知道火車站 中國最喜歡叫它什麼 叫地鐵 結果它整個地下室呢 通通淹錘游泳池 所有的乘客呢 早就已經第一時間 跑到外面避難 但你原本想說我跑到外面走 沒事吧 結果不是 跑到外面所有的街景 你有沒有看到 在地鐵外面 也是汪洋一片 甚至有人呢 還是在冒險犯難 想說哎呀沒事 還是要想要騎機車 各位啊 你不要開玩笑喔 你看一台台車子 全部都有如泡水車一樣 淹在裡面動也動不得 然後還有這個乘客呢 特別騎士想說 我在冒險犯難 在外面乘機車 你有沒有看到 這湯沙 對人都被沖走了嘛 然後你看還要旁邊的時候 好啊 兄弟 這機車就賣了 賣命更重要 趕快把他撈到旁邊 然後你看 連他們的這種市集啊 這種賣場啊 通通清一色豆杯水煙的一塌糊塗 大家過去有一首詩叫 欲把西湖比西子 那現在沒有這個賢親雅治 因為你想想看 54個西湖 砸到了我們的大街馬路上 嚇死人 但有一種人喔 沒辦法 就跟你現在看到外送員 外送員他想說 我不行啊 客人還是跟我訂單嘛 但是單還是叫啦 我想要死民必達 所以我佩服他的經驗精神 結果你看喔 他就死爆了 他機車不放 衝著衝著衝著 旁邊外面這錄影的人一直喊說 機車不要啦 兄弟 不要機車了 趕快生命重要啊 然後你看 就這樣趕快 手把手的 每個人 連成一個像是繩索一樣的橋梁 就想要把這個外送員給救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湖南長山一個小時 居然下了54個西湖 這麼多的水量 現在安徽 在杭州也一樣 安徽剛剛講 有一個雕像 這個雕像是李白的雕像 欸 現在他只剩下頭了 對 為什麼這邊會有李白雕像 這個地方叫做桃花坦 在安徽這個地方 那曾經李白這邊寫過一首詩 叫做桃花坦水深千尺啊 他是贈送給他情人 給他朋友的 千萬沒有想到 現在不只千尺了 因為原本李白應該是在那邊 他本來是這個樣子的 對 你看非常的這個仙親雅 在舉杯 現在像什麼 救我啊 我溺水了 變成這種姿態嘛 所以他們說欸 拜託一下 李白至少喔 因為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嘛 李白最愛喝酒 大家要事先都知道 至少他的酒杯是滿的 但不只是這樣 甚至就連杭州這個地方喔 因為他們 因為雨太大了 要幹嘛 要泄洪 結果沒想到泄洪 就是我們剛才聊到西湖這個地方 出現什麼奇景 魚要熔門 因為他隨著泄洪混成的時候 每個魚非常的緊張 開始一直往上跳 一直往上跳 但是你看喔 真的有魚 那個頭被有人撞到了 魚跳起來 這個頭撞到旁邊 我們講這個 應該要泄洪的地方 而且你看 整個所有遊客 本來大家來看這邊喔 在看什麼 在看這個湖的美景 結果沒想到 大家後來跑來湖這邊 西湖這邊看的都是什麼 都是魚在耀龍門 魚在 現在呸 現在呈現這種異常景象 好 接下來看這畫面 幫我直接嚇一跳 我們以前看到貝加爾湖 那是一個藍色精靈的地方 那是一個人間的仙境 可是你現在看到畫面 這是一個火車的視角 火車司機一拍 他居然跟我講 這是貝加爾湖 這個貝加爾湖 居然出現了森林大火 對沒有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第一人稱視角 這是來自於火車司機 他親手所拍下的時候說 太可怕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貝加爾湖 鄰近的西伯利利帶 剛好森林發生大火 到目前為止已經燒了 三萬七千公頃 但這真正嚴重在哪 嚴重在說以前西伯利亞 各位叫做冷到不行 發發發而為 根本沒有人要待的地方 結果他們現在的平均溫度 竟然來到25度到39度 我再講一次 到39度耶 我的媽呀 如果39度連我的都要死了 西伯利亞 貝加爾湖 北海 珠穆洋北海邊的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 以前貝加爾湖它文明嗎 在於說它的冰封非常的厚 比如說呢 它這個我們講 就算是夏天 甚至是冬天的時候 它的結冰層可以超過一公尺之後 連我們講的飛機啊 直升機啊 都可以直接停在我們這個貝加爾湖 這是以前的貝加爾湖 有如夢幻先進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的湖非常清澈 等於說它都會散發出這種藍光 綠光從湖底透出來 你用肉眼去看對不對 它的農冰越乾淨到不行 你可以看到 升達40公尺里下的水深 你能想像嗎 這麼冰天雪地的奇景 就在它的旁邊 而這個森林竟然燒得 我們講的灰頭土臉 所以他們講 如果連貝加爾湖都淪陷 那實在不知道 世界各地現在有什麼地方 可以逃過暖化的命運 現在看到這個圖 剛剛講的 六月而已 就熱成這個樣子 才剛剛開始 甚至有學者講說 你任何感到非常炎熱的夏天 都可能是未來最涼快的夏天 是 一年比一年熱 就是好像我們溫水煮青蛙 這個溫度就一直在上升 全球的狀況 溫水煮青蛙 對 不是只有亞洲 非洲 美洲 歐洲 都是熱的 我們剛剛看到 剛剛前面來賓講的 哇 全部都是熱 到處都是熱 然後熱的時候 它的這個空氣裡面的水分 就會含在水蒸氣球越來越多 對 當它遇到冷空氣的時候 下來的雨就是暴雨 就是大雨 就是豪雨 所以越熱蒸發的水蒸氣球越多 對 從海裡面的蒸發的水氣越多 然後當它下到陸地上來 陸地如果說是大陸型的地區的話 它的水排不掉 它就會聚集在一個地方 就會淹大水 好 那我們講說 我們只要撐過這一段熱就算了 還是說這個熱的會熱到什麼程度咧 這個熱會一直再熱下去 一直熱下去 起碼這半個世紀都是會這樣子 只要我們繼續用化石燃料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剛剛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中國的暴雨 剛剛講的 現在的這個所謂的湖南 現在的長沙 剛剛講的一個小時 居然下了54個西湖的一個水量 現在你剛剛講的 因為它現在的風面慢慢往北 之前是廣東廣西 現在廣東廣西之後 就會開始往上往北移 那台灣還會這樣子下雨嗎 是的確 台灣前一陣子 就是在6月份 5 6月的時候是梅雨季 那個封面剛好是台灣這邊 然後現在到6月20號之後 它開始北台 北台到大陸這邊 剛開始在這個華南這邊 現在又慢慢往上台 你可以看到 台到這個廣西 然後到湖南 江西 甚至於安徽 最近都在下大雨 就是因為梅雨封面 它往北台 梅雨封面它是一個冷暖交替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降雨 是最劇烈的 所以說而且它不是 只有像我們台灣市現在 午後雷震雨 它是一天下24小時的 繼續下 繼續下 下一段 這個封面在的地方 它晚上一直都在 24小時不斷下 你說這個就是梅雨封面 對 梅雨封面就是冷暖空氣 因為它在那邊交會 它一直都有不斷的水氣補充它 然後那個冷空氣下來 它就在那邊交會之後 就一直在下 所以它們會淹到這麼大的水量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安徽 我們看到的這個湖南 我們今天看到的江西 還沒完 沒完沒了 因為這個東西啊 通常台灣的梅雨在 過去大概都在6月結束 然後7月就開始 就是長江中下游的梅雨開始 對 那這個都是我們 後面要看到的 如果看這個天際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賈博士他做的一個資料 然後他做了 他從21號做了10天的預報 我們看到這個高壓 在這個21號到今天的這個狀況 高壓的狀況開始在犧牲 所以你看到這個梅雨封面 就跑到這個上面去了 台灣就是一個受到高壓影響 所以只有午後的狀況 台灣是高壓影響 高壓影響 可是午後 還是因為有熱對流 因為還是不太穩定 他正在犧牲 可是到了明天開始到週末的狀況 整個高壓開始繼續往犧牲 這個是高壓的形狀 這個是太平洋高壓 那繼續往犧牲 犧牲的結果就是 讓這個封面系統繼續 再北台一點 所以會可能延伸到 江蘇 安徽 再北邊一點點 那台灣這邊的話 的降雨就會比較局限在 山區的地方 那就像這個樣子 這兩天 還有再近山區 那到了禮拜三之後 禮拜四禮拜五的話 就屬於比較山區至午後的 那範圍就會變小了 你說現在在平地的 午後連鎮雨就會降低了 就會降低 可是 山區的午後連鎮雨會增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 可是氣溫會繼續升高 因為下午沒有下雨條件了 氣溫會越來越高 沒錯 現在已經夠高了 還會再高 對 你看 像今天那個十一點 台北南邊 都好像一個烤番薯一樣 那這個溫度 大概我們現在 大概都是到了中午 大概差不多到了35度左右 下了一陣大雷陣雨 它就會降溫 就會降到30度 甚至於20幾度 可是如果說不下雨了 不下午會雷陣雨了 那到了下午的時候 它還是繼續在增溫 所以說到了晚上 可能都是熱的 如果再持續三五天的話 台灣的溫度 可能不會 都會超過37度 38度的情形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最高溫都在台南 不是熱壞了 對 台灣的這個 你知道一年 超過30度 現在台灣的大都市統計 第一名是誰 是台南 台南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是高雄 台南最熱 台北還是屬第五名 台北大概 一年大概有六個月 台南有六個月 現在的夏天 越來越長了 等於說原來是三個月 現在變成六個月了 台南有180天 或超過30度 那台北的話 目前是140天 你說台南有180天 是一半的時間 超過30度 對 超過30度 高雄也是差不多 170幾天 所以這個都是 未來的這個氣候變化的 這個狀況